在一个月黑风高,大雨瓢泼的夜晚,一条鱼从墙体里悄悄地探出了头,一个老司机大旋转熟练地游入到水中,他再次获得了信声,这种鱼怎么能从墙里出来呢?再来看一下这位兄弟,他这是在种地吗?不,他这是在抓鱼,是的,在土里抓鱼是不是很不可思议? 紧一会儿的功夫,就有一条外面裹着尼壳的鱼被挖了出来,那么为什么可以从土里挖出来鱼呢? 你现在看到的这条鱼,它长着两对细长的鱼鳍,在水中不断扭动着身体前行,时不时的还露出水面幻想器,这就是神奇的非洲废鱼。 其实废鱼有三种,分别是澳洲废鱼,美洲废鱼和非洲废鱼,今天我们就先来聊聊非洲废鱼。 如果要是问起备份,可能它比恐龙还要高一些,是动物界非常有名的活化石,废鱼,顾名思义,那就是用废呼吸的鱼,它的样子有些像泥球,又有些像鰻鱼,虽然可以靠废呼吸,但是它还有着功能不太完整的鱼鳃,非洲废鱼的骨骼比较清晰,它有着两套呼吸系统。 成年废鱼的鱼鳃萎萎缩非常严重,所以仅仅靠废是无法完成呼吸的,因此每隔一段时间,它们就需要露出水面幻想器,如果不能及时到水面呼吸,那就有可能会被水淹死,也可能就是因为鱼鳃退化的太严重。 所以这种鱼的奇特之处在于,它竟然会下眠,在夏季干旱枯水的时期,它们为了生存,会把自己藏在鱼鳥中,并且它会分泌一种粘液将身体包裹在其中,在嘴巴的前方开一个小小的呼吸孔,这时候它的另一个呼吸系统就派上用场,在洞穴中就用料来代替肺进行呼吸,然后静静地躺在里面,那么它是如何活下去的呢? 它会以自己的肌肉和脂肪当作养分为生,并将新陈代谢率降到原来的六十分之一,大约不到正常的百分之二。 就这样,它可以不吃不喝地睡上三四年,当河水再次到来,也就是它苏醒的时刻,但是如果一直没有河水,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 有研究人员称,在这个过程中,它们的生物中会被调慢,进入休眠状态。 废鱼最长可以五年不吃不喝也不排泄,进入不知洞外是何年日子,不过也有些不幸的废鱼,会被勤劳的非洲人盖房子时胡上墙。 当大雨来临,把泥土墙淋坏时,才有了开头的情景。 如果一直在河中的泥土中藏溢,那么有经验的非洲兄弟就会跑土抓鱼,开头说的土中抓鱼,也就不奇怪了。 说到这里,你是否好奇,这种鱼是否好吃呢?由于它一到枯水期就躲在泥土里,有时候更是长达好几年,所以它身上的土腥味很重,犹如师徒一样。 聪明的非洲人,利用废鱼的分泌物做检测性,将它们放在清水中吐进一场,然后丢进面壶中,让废鱼误以为汗迹已到。 傻傻的废鱼开始作动休眠,然后人们就像炸油条一样,外焦离了。